无中生有 制造假案 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最荒诞的违法课税 民国八十五年宗教扫黑 太极们无端遭受迟疑之殃 高雄与新竹地检署同时接获不实检举 皆查无不法而签结 然同年十二月十九日 侯宽人检察官竟违反一事不在理 违法大规模搜索侦办太极门 侦办过程 侯宽人不断违反侦查不公开 大量泄露不实办案内容给媒体 造成四百多篇连载式的不实报道 及十二家电视台七十次以上的播报 侯宽人自积压太极门掌门人隔日 至公布起诉书为止总共一百一十七天 针对掌门人共只开三次侦查停 总共训问十三句话 总训问时间仅二十九分钟 刑事法院一二整总共开五十八次停 总共花费时间约九千五百七十分钟 每次开停时间平均约一百六十五分钟 相较之下 可见侯宽人的草率滥权 更可证明太极门案自时就是蓄意乌险 罗知罪名的整肃案件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那我现在来讲 宗教抹黑政治整数到平安 二十五年来其实我们只有判定真跟假 其他都不要假 根本不是税的问题 税根本没有政绩 六十一万的存折的本质 怎么可以编出来三十亿亿的税金呢 这个是什么的五千倍 从头到尾都假 我们开始来看 这从头到尾都假 第一个假呢 就是用黑寒 黑寒就是造假的急动点 告诉你黑寒造假 现在太极门那个苗栗的五十笔土地被震受以后 这些黑寒捐进人还在领捐进奖金啊 第二个就是变故事 就是黑箱变故事 自己在下班 何宽人在下班 自己才是黑心的人 自己黑心的人看别人是 宗教是黑的 其实宗教谋黑 竟然写成宗教少黑 所以在编故事 编什么样故事 编 竟然可以逃木剑养小鬼 就是用十字架去养魔鬼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这个是假白王 再来呢 先媒体后事网 透过他的意用媒体 造假 所以 一二一九当天 媒体就一起来报导 所以媒体是台湾的乱言 因为他没有灵魂 再来再讲了 剪辑人 蔡佳龙 王培杰 贾建立 这些都是假 然后呢 战施整顺抹黑 就像冠状病毒一样 传染病毒抹黑 然后害 然后呢 破坏者呢 有ABCD 手脑 手脑 就是 当时一九九六年的 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互相配折的 总有一个 副手脑呢 就是部长 廖正豪 再来呢 破坏者 侯官人算是 公计是 第七级的 再来执行的人呢 就是税令 警察 还有鹤枪实弹的人 这些人 把一个台湾的民主法制在1987年以后 1996年12月19 竟然可以玩这种故事书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 现在一个一个才穿 全部是假 所以税单也是假的 税令 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调查 这个死业生 然后呢 死业生税令呢 在1997年4月9号为证 然后呢 死业生呢 也没有做任何东西 当时审查 二科三科 根本 没有去查 用后来抄 法务部那调查及 台北市调出的笔路 所以这真的都是假的啊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那个是真的 整个案子 25年的案子 就是在对抗假 就是 有问题 我们是断线的 你拿来 我们总要看嘛 看是没那里 我说 哎 什么事 我告诉你 我让你出去看 我说 你怎么算的 他拿着我看 你吃完牙的 你是不是吃 我说 要不要吃饭了 然后他就说 他就啊 要不吃饭 不吃饭 然后你要怎么样 他就要我们吃饭了 在整个的一个检查体系 还太极门清白了 难道我们税监单位的调查 会比司法调查的还要清楚吗 刑事判决调查都认为是一种赠余 依照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十七款规定 不应该课征 这是一个赠余 根本不应该课征所得税 经过 这个 我们的 这个司法体系的刑事的审查 都已经确认出 禁实理 是属于赠余而不是所得 就没有所谓的所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 我们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要求国税局依法 要撤销威法 课税的指纹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 法院 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96年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无罪无税 国税局就因主动撤销 所有违法税单 今天郑宇 是我跟我师父的问题 他凭什么来认定 对 他凭什么来认定 对 就算要客说也是客我啊 就算客说也客 客郑宇人啊 就是客受证人啊 而且我只要一年 比较超过 那个时候是一百万啊 关他们什么事 你凭什么来认定我 我跟我师父之间的 认证语的关系 这十几年啊 我们开几分地址 非常非常痛苦的比赛 我包括禁师礼啊 证语给我的师父 弄到最后 这些钱呢 这些禁师礼 我证点师傅的替势 被这些官员 用来误协我师父的那种罪证啊 我们每个人都痛苦啊 按下第七啊 每个第六 都不会再有了啦 我们练不知的 不会再受到这种委屈的 如果说今天不解决 这个不解决的话 这个必须判 判断到了 所有对宗教 无论是非宗教的 这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个应该是唯一公正的 对我们整个法治的一个国家 是非常公正的 那既然是已经非常公正的时候 我们的财务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越过了这一个 人权自由的一个底线了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我们有着一个我们所谓的 自由跟人权的公平的判决 最高法院嘛 这个就是唯一计嘛 所以这个我们那个外交部啦 无论是司法单位 或者是我们是说我们的财务 国税局这个部分的话 都要以这个唯一计 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做不够的地方 没有去执行的地方啦 太极门一直以来呢 门派师徒的传承的本质呢 从未改变 长期致力于中华文化之传承与花扬呢 师徒自费自立 行遍世界101个国家 推广爱良心与和平的理念呢 促进文化外交 花扬人心与人道精神呢 深获国内外各界的肯定及赞扬 这也是普渡众生的修缮之行 我特别来呼吁政府呢 一定要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是最基本的人选与人性尊严 人民的信仰自由 及文化选择自由 是人类基本人权之一 政府呢必须尊重与保护 很多人就在讲告诉我 说太极兵又不是没有钱 那么缴了就好了 那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建筑给国家 这个是好事吗 那为什么还不断地在抗争呢 我告诉他们 我说现在太极兵争的不是钱的问题 太极兵也不是争私人的问题 它是为整个社会再争一个公平正义 在争一个合理的制度 还有在为全民争一个合华的人民权利 一个很重要的 同时也是在为肉食者争一个平等的保障 也是在为未来或是 争一个能够组为人民典范的人权康庄大道 那么我也告诉他们 我说像这个事情 我们全国民众 谁都不能袖手旁观 你今天不支持 也许明天受害者就是你 What the Tai Chi Meng case is not it's not a tax dispute between a citizen and the government it will not create so much commotion of course the case shows some injustice in Taiwanese tax bureaucracy but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root is the floor 是法律的法律和信仰的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是法律的法律 在军2021年,他在法律的法律 提供的法律的法律 和其他人的犯罪在台湾 在法律的法律 我们在法律的法律 是用于台湾的法律 在这些文章,我们授了和尊重的 寓言的法律 使用于台湾的法律 在其他人的法律 使用于台湾的法律 使用的法律 使用的法律 使用于法律的法律 是有很重要的 法律的法律 包括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 后,在法律的法律 尤其是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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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军 在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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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于台湾的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 在法律的法律 中的法律 作为他们的热治 在法律的法律 都会想出现 我们会因此 各 do上的人 因此 因为这个视频 非常具体的契视 在法律 在法律上 是在法律 成的法律 中的最重要 一些人的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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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戰爭對所有的相對治療 司法判決已經證實 太吉門自始至今均無任何課稅問題 我們有一個人的自由 能夠選擇什麼未來的似乎 而不讓它被迫或被拒絕 或是被政府 或是被政府或是被政府 特定我們會選擇 因為我們認為政府的領域是 保護人的領域 要選擇自己的領域 如果政府不做這個 我們會有更多困難 我們會不會有更多負面的 我們不會有所謂的 所謂的生命 這是一部分的 所謂的生命 而是一部分的 我們很久不見 我們會有更多負面的 我們的俄羅莎 就不見 我們會找到 我們會有更多負面的 我們會想找到 這個表情 我們會有更多負面的 選擇 大家 我們會跟我們 我們會有更多負面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